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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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你自己看看 原来是一场误会 秦太太 我想我可以很好地跟您解释一下我跟秦总的关系 少来这一套 敢当小三还不敢承认呢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你们这领导啊 为了自己的业务 供应我老公 要不要脸呢 秦太太 我们雷总刚才都说了 这就是个误会 谁 谁信啊 谁信啊 他们俩每天是要会翻出这样的照片 臭尽臭表 秦太太 好久不见了 秦太太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不知道您来了 好久没见了给您打个招呼 咱们借不说话 夫宾 如果猜得没错 他应该就是秦太太 是他 一直说要空降的副总裁 今天入职的 他怎么会认识秦太太 这件事不会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你的意思 这是她给我的下马威 这么小只搞这么大阵仗 人才呀 需不需要我以个人的名义 联系一下秦总 人家要是下好的套 早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今天她可以抢你的客户 明天就 抢我的位子 原本你升职在即 这个时候集团空降一个人 意思很明显 头仙前边有个副 我觉得集团已经很给我面子了 谢谢 看来是了 你们两个 今天之内 不管用什么渠道什么方法 给我搞清楚秦太太 在秦总的公司里面的结果关系 还有 帮我找个人 帮我找个人 你还叫不叫 后面排队了 我再再再等过 师傅 她跳完给我跳了 谁呀 罗总 这不是木兰说的雷总吗 是 你还记得我 怎么能不记得呢 因为你有一种 能让人印象深刻的本事 咱们俩应该 巧遇过两三次了吧 对 你也喜欢蹦极啊 好 那 来吧 不不不 我比起那一瞬间的刺激 我更喜欢在这儿反复挑战自我 我是真佩服你的敬业精神啊 为了工作 恐高还敢来蹦极 你的这种决绝 让我有点羡慕木兰说 木兰说随时愿意跟罗总合作 是吗 不过 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期待 行 那你就在这儿慢慢体验你的挑战吧 我先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家门 好久不见啊 我真没想到你会来找我 我听同学说 你毕业就到你把我公司上班了 怎么突然越来千安发展啊 就别重逢啊 老同学 你家呀 好久不见 你还是不说 职业病 现在的顾客吧 你不跟他聊他说你冷望 你陪他聊天快想你热情 这么难吃 对了 我店长今天还有家里干活 我一会儿也先回店里 你这两天住哪儿 我能住你家吗 我家 那边就是天安门小区了 我明天陪你看房啊 好 行 不过 我家虽然厉腾难门小区见 但不是你想的那边啊 是 是的 你不嫌弃我 能让我临时落脚 我已经很感谢了 等我找到工作啊 我最近找到东西就管了 没事啊 我又不是不让你来 小心点啊 我怕你受委屈 性感發生队 古诞 你家几楼啊 就二楼 já 太好了 这就是我家了 欢迎当铃 真蛮好的吧 哪有你说呢呀 跟你想象到有可能不一样吧 蛮好的蛮好的 现在呢就是厨房 厨房旁边就是厕所 冰箱在这里边吃了喝的都有 好 你们自己参观一下 好 那边就是天亮湾小区 这不是还有阳台吗 你别去那边 这个阳台是房东额外搭出来的 也有点裂缝 卫房 这不是房租便宜吗 而且还能住 那个 我不能跟你说了 我得回去上班了 晚点见啊 谢谢 拜拜 你好 美女 看你挺眼熟的 我现在有一个女性题材的电影 正在找演员 您别害怕 我不是骗子 我说你这个开场白 也太老套了吧 你就别费劲了 这位女士 已经跟人签了终身合约了 终身合约 什么公司啊 怎么说呢 她的大老板吧 经常都在国内 顶头上次偶尔来视察 所以说公司全部的约务 都由这位女士来掌管 敢问这位女士 对您这工作的收入来多少 其实收入嘛 也不是很高 只不过工作不到两年 老板就分了 这个小区的搬栋房子给我 说如果表现得更好的话 就分得更多 请问您能给我同样 或者更高的薪水吗 当然了 啊 延多美 怎么每次来健身房 都有人给你 tag膳啊 小声点 这么多? 先看到我了 没有看到你的美貌 你在一起 我的心里都要扭曲了 不过你刚才挺厉害的啊 说那个天花乱坠 把那男的蒙得一蒙一愣子 还说什么 公司高管 这不都是你教我的吗 老公就是大伯伯 老婆婆是顶头上司 怎么了 顶头上司突然来考察工作 我得赶紧回去一下 你婆婆又来了 你好 你好 麻烦你去木兰叔商务中心 妈 你怎么在这儿等着啊 这家里密码你不是知道吗 那都没分寸 你不在家 我自己进去多不礼貌 这都是一家人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 来来来 快进来 妈您看这人来就好了 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 这都是我觉得 你可能会用上的 还好还好不算多 多沉啊 好 妈您先坐 我给您倒杯水啊 嗯 家里 你收拾得挺干净的 刘婷 坐枉 对了 我听说 你妈妈来照相案了是吗 到了吗 到了 她也是听说 伟臣马上就要回来 就特意从老家赶过来 给我带了点土特产 她现在去我二姨家了 我还以为能够遇到她呢 她一晚晚上回来住吗 她不住这儿 家里小也住不下 而且我妈说了 不想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 我也是呀 所以你看 就给你们送一点 生活用品过来 妈 你们费心了 她怎么拿那么多呀 不多 你会用到的 我看你刚才 又买了个吸尘器 不要乱花钱 我跟你讲 这地板哪 就用拖把 湿的拖 最干净了 妈您说得对 我记下了 就只是迅速鸟 也订阅 那好吧 就走了 你的 喂 喂 大家 在打客户呢 那都是网上外写的 我不需要啊 我的世界里有哪些司法 这位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刚才看见你的咖啡厅 我经理用手机偷拍别人 把你的手机给你 你哪位啊 咖啡厅人吗 如果你不给我的话 我就要选择报警了 公共场合请你注意你的措辞 我照片都在里面 你可以随便看 我什么都拍 吃饭也拍 喝茶也拍 不能说某位小姐出现在我的镜头 也就算我偷拍吧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关你什么事啊 我刚才还看见你在用本子记录什么 把你的本子也给我看一下 你报警吧 为了保护我的个人隐私 我凭什么要被无关的人审问 你又不是想警察来审问 你自己采用你的口罩 我就直接猜点 你是不是想警察来审问 你不行 不太喜闻 你不是想警察来审问 你是不是想可态 我 nostra 我计算 的 好 喂 于飞飞是总公司陆董的人 一上来就跟我们抢客户 应该是总公司要分我们的权 这样岂不是对我们更不利了 不过 也有一个好消息 妈 我不跟你说了啊 晚点打给你 怎么样 跟你想的一样 秦太太很喜欢插手公司里的事情 而且 我还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 秦太太曾经想让自己的儿子 和BP集团罗总的女儿在一起 好礼集团跟PB不是不合吗 本来两家人都已经到了团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秦总的儿子劈腿了 导致罗总的女儿要自杀 这就是两家人不合的原因 所以这两家公司是不可能合作的 而且任何一家公司想跟其中的一家合作 也就等于默认放弃了另一家 听着跟电视剧似的 确认不是谣传 消息很可靠 行业内很多人不知道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查一下卢总中午在哪儿吃饭吧 地址已经发给你了 多美啊 你能这么懂事我已经很欣慰了 我和你爸爸都是思想开明的人 一般不会来打扰你们的生活 再说我们两个也有很高的退休金 将来也不需要你们养老 但是我们两个呢就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你啊能早点要个孩子 妈 其实我也挺想要个孩子的 只是伟辰刚跟我结婚没多久 就派去外国工作了 这三年我们也是聚少离多 等这次他回来了 我们就好好计划一下 要个孩子 真的 那可太好了 你们家呢家底比较薄 我们家也就不指望 但是你要知道 你将来生的这个孩子 他可是姓张啊 是张家的孩子 而且我们一定会给他营造一个 最好的物质环境 可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比的 对了多美 我想起个事 伟辰医院好像新来了个院长 就是不知道 伟辰回来以后和这个院长 能不能合得来 妈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 给新院长接风的聚会 想着等伟辰回来了 能够提前认识一下 看来还是你想的周到 我多虑了 是妈调教得好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妥当了 真好 你看啊 这是我呀 带来的人参 是给伟辰的 想着你炖汤的时候可以用 要不这样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人参 先给这个院长吧 还是妈想得周到 不过 这人参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我怕院长他不知道会不会收 那怎么办 两手空空地去吃饭呀 妈 其实我找人打听过了 说这个新院长啊 为人特别正直 而且平时生活作风也很谨慎 我得好好想一下 这里啊 怎么送才合适 想要喝点什么吗 先给我一杯果汁吧 好 您能够吃 谢谢 这间还去打球吗 这个好工作 事到的孩子 您说的事到的球 好 说吧 把我叫过来想干什么 我想让秦太太给我道歉 她我叫过来要我跟你道歉 对 秦太太 你在没有弄清楚真实情况的时候 对我进行了人格侮辱 在公司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我需要你给我道歉 而且在你道过歉之后 我才会考虑 我们还要不要再继续跟你们合作 侮辱 你们这种大龄少女供应有福之福 还好意思说什么自尊呢 秦太太 如果你没有实际证据的话 我会告你诽谤 还有 不是所有女人都惦记你老公的 我更不屑于跟你这样的女人 抢男人 你说什么 你说我是什么样的女人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你 你 一杯果汁换一个巴掌 扯平了 你 你 我告诉你 我们好意再不和你们木兰说合作了 这话应该我说 木兰说不会跟好理合作 因为有你这样的女人干预应有 倒闭是迟早的事情 我现在退出明智之举 来 雷总 罗总 刚才是故意做给我看的吧 也不全是 他确实是甩了我一巴掌 罗总该不会认为我雷利 是个忍气吞声的人吧 也是 不过要是雷总认为 一杯果汁 就能让我和木兰说合作 这也未免太幼稚了吧 我明白 其实前几次偶遇 只是想让您知道 想要跟您合作的决心 当然 我也不认为我的行为 可以左右您的判断 可我是个商人哪 再商也人商嘛 木兰说可以再让您 零点六个百分点 零点六 对 要是这样的话 那贵公司 可就没什么利润了 我要细水长流 去我公司聊聊 谢谢 罗总 拜拜 我说一句话你别建议啊 你爸那么有钱 我记得对你也挺好的呀 为什么你来签面试 不住酒店 要跟我挤这破屋啊 我跟他闹翻了 离家出走了 你跟你爸闹翻了 你还有钱买得起天蓝湾的房吗 我没有买啊 我就看一看 欣赏一下嘛 天蓝湾租金很贵啊 对了 这段时间你的房租我跟你一人办啊 不用啊 我的房租不用你付 今晚呢 我就一个长两个被窝了 你要不要泡脚啊 泡脚 不用吧 对了 我不是赶你啊 你得赶紧找个工作了 这个房我月底交退租了 虽然呢 我还是很想跟你借住的 但是吧 你说这好不容易速速出来了 所以能省一点钱 这你都不认识啊 你认识 对啊 他是我的一个客户 之前我上面给他做个保养 他不是那个木兰说的创神吗 是有天浪漫吧 你怎么拿这么多台照片啊 我崇拜他 女强人吗 偶像 你要去木兰说面试吗 我是考虑过 佳南 因为崇拜女强人 所以要去他的公司工作 你这简直是把生活活成了电视剧啊 什么东西 这几天吧 我这几天就去投个简历什么 不管你了 我去泡脚喽 走吧 老婆我没赶上飞机 我这边临时还有个实验 我赶不回去了 你现在跟我说你人还在美国 你应该知道这顿饭对于你的工作来说有多重要 而且现在刘院长马上就要到了你 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好 对不起 这是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东北 好了吗 好 我马上就来 快点啊 嗯 好 好 好 福姐咱们也有段时间没见了吧 好长时间了 是的 状态保养得真好耶 真的 福姐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咱们这个会所的主厨啊 是米其林三星空做过的 哦 并且只接待小区住户 每天就招待一桌 要不是我们多没有办法 这个时间很难定到位置到 哦 这儿真不错 哎呀 现在这个小区的房价啊 那涨的可真是买不起了 要不是说我们多没有眼光呢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房价翻了一方 哎呀 咱们多美看房子啊 和看看老公一样 她那眼光啊她就是好 好 我觉着我就不瞎 来了 院长来了 来来来 看里面请吧 里面请 你好 你好 太太你好 你好 你好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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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随意啊 院长 美晨她虽然人没回来 她特意嘱咐过我了 说今天的主题啊 就是给您接风 让我一定好好安排 院长您知道吗 韦辰入院这么多年啊 您是第一个女院长 真是太给我们女人脸上争光了 是啊 所以今天请您来也是 我们做家属的想表表态 今后啊 一定全力支持老公的工作 请您放心 张医生的太太真是能言回道啊 怪不得呢 听说张医生当初 满院的医生护士 一个都看不上眼 不顾家里的反对 也要坚决地娶你 今天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这个夸张了 传来传去的 怎么都传到这个版本了 让大家见笑来 我听美国那边的医院说 张医生的业务能力 确实是一流 我这心里着急死了 盼着她赶紧来 我替韦辰先敬您一杯 坐坐坐 好 刘院长 初次见面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这个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祝您前程四季 让我不要准备太贵重了 你去买了个私心 不光刘院有礼物 真的没关系吗 今天我给家里有小朋友的 都带了玩具 一会儿走的时候 别忘了给宝宝带回去 谢谢姐 多美 你什么时候生了 我给你补上 谢谢您了 有心了 刘院 你好 我从香港马回来的 有点小心意 你也不贵了 以后多多照顾 院长 有点小意思不正敬意 谢谢谢谢 有点心意 不要客气了 谢谢谢谢 谢谢 刘院长 刘院长 听说您在中医方面很有研究 所以冒昧地想请您给看一下 这根绳 成色不错呀 是这样的 我婆婆她最近身体不太好 韦晨又是擅长蜥蜴的 所以冒昧地想请教您一下 看看这支人参 怎么吃才合适 那我觉得还是 我先安排中医科的专家 先给婆婆面个枕 咱们先看完再调理好不好 那真是太好了 先谢谢您了 那我们再进一下刘院吧 来 来 来 欢迎 再次欢迎你呢 多美 你简直神了 刘院长真的把我们送的礼物 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你怎么猜到的 好 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看见刘院长提前把单给买了 这就证明他不想欠我的 别说收礼了 冰简直达 变不可好 刚好 啦 се 唐医露 some 这 pack 很多时候 女人天性中 所有最优美的品格 就像果实上的粉霜一样 是需要亲手亲脚 才能得以保全 妈 你进来吧 她没在 妈 你怎么又煮面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想吃什么就点客房服务 别为了省钱 就这么稳圈的空气 本来呢是想去你那儿 给你们俩做顿大餐 谁知道连家门都没进去 我们吃什么都行 你们俩吃好就好了 妈 其实韦晨她今天没回应 又为什么呀 她说是因为实验的事走不开 就实验 是不是外边有人了呀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可告诉你啊 你可别犯傻 咱这一个二流大学毕业的 为你婆婆嫌弃咱们是从小地方上来的 你还真以为 你嫁过去了 住大房子了 穿高级的衣服 你就万事大吉了 你不是跟我说过一个什么 什么投资 嫁人就是投资 对 你这话说得对 也是我跟你爸在老家能抬得起头来 就是因为你嫁得好 你爸当初要那彩礼 他不是你婆婆说的什么卖闺女 他是想让他们重视你 你爸都说过了 那钱如果他们给了 将来还得还给你们呢 妈咱们能不说这些吗 我知道你不容易 我也想让你幸福 可是 你现在这是过的什么呢 这两地分居这 这叫怎么回事呢 男人在国外 这万一要是有个离 别别别 万一要是有个离了 我告诉你 他还是他 你可是成了快三十的 二婚女了 你到时候你还想要找什么样的呢 你还能找什么样的呢 我问你 你还能投什么资呢 妈 我带你下去吃点好吃的 别想太多了 你看你天天吃面条 我带你下去超好吃的 我不去 我不去 我等你爸他 他下去买烟酒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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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欣赴 我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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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刚才的问题 是让你用一句话 来介绍这个化妆品 而不是听你说什么 世界美妆潮流 如果你进了公司 也准备这样 向领导汇报工作吗 但我述出了 更有价值的建议不是吗 我不需要你的意见 更不需要用一个问题 来回答另一个问题 我需要的是 能够解决问题的员工 而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在那儿夸夸其谈的人 那个 请稍等一下 别问我 人力自然会告诉你结果 我还是想跟您争取一下 我能力完全可以 胜任这份工作 而且我很需要它 跟我有什么关系 需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 你确定你不是 在公报私仇吗 我问你有什么私仇 作词让我吵架 以下我 不许可遇 作曲 作曲 刘弹 作曲 刘弹 作曲 刘弹 演声在闪烁 meanwhile 妖弹 演声在闪烁 编言也无处可躲 录于无处可躲 仿佛在诉说 是来 再见吧 牵着你 搬出你枷锁 失去了保密 遗憾 疲惫 畏惧 伤疤 此次的装傻 再让人变得心寒 叹息 轻轻 语言 这样吧 渴望的惧怕的全都是你 疼从不需要借强 互相珍重吧 那无够别的角度 纤织不舍 无力失重了 告诉自己别犹豫 烟雾如今失望 南墙要回头 没有人设计的等他 叹息 凝望 欲言 这样吧 转过身 关上门 也换了人 期待吧 慢慢装 也总会 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